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六月第七天 距离数字一日还有四天的时间 如果世界认为悔改只是为了罪 那就错了 真正的悔改来自心灵归向神 悔改是一个干渴的灵魂 渴望连接到他的源头 悔改就成为一种令人兴奋和喜悦的经历 而不仅仅是痛苦和悔恨 因为没有什么比回归真实的自我更令人欣慰的了 在犹太新年这一天 上帝将我每个人来年的命运都写好了 但仅仅十天之后 在赎罪日这本书将被密封 这意味着在其中的七天里 上帝仍然有可能做出改变 甚至完全抹去对我们的审判 重新书写它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来改变我们 并且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日子被称为悔改时日 人们在这段七星的习惯祝福时 愿你的名字铭刻在生命册中 并且封印拥有美好的一年 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节 亚伯拉罕进前来说 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艺人 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 不会城里这五十个艺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最后亚伯拉罕祈求的数字 降到了十个艺人就停止了 亚伯拉罕走近来说 城里或许有五十个艺人 也许有十个 亚伯拉罕走近 意味着他靠近神 以准备好祈求 他从数字五十开始 这是通往离界之门的路口 有五十个门 最后以十个门结束 这是所有级别中的最后一个 亚伯拉罕停在十这个数字 象征着犹太新年和 赎罪日之间的十天的悔改 亚伯拉罕停在十个艺人 可以被视为神秘的承认 这是上帝怜悯的上限 上帝为悔改的潜力设定了限制 此后如果正义者少于十人 集体悔改和救赎的机会就已经过去 就像赎罪日结束时 发生的命运的封印一样 低于十 城市的道德堕落 到了不再有足够的正义 来实现集体的拯救 亚伯拉罕对仁慈和审判的神圣运作 有着深刻的精神洞察力 透过停在十 亚伯拉罕承认审判和仁慈之间的神圣平衡 尽管亚伯拉罕以体现慈爱而闻名 当他明白面对压倒性的腐败时 怜悯也有其居现性 以赛尔说55战6到7节 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他必广行赦免 以赛尔说55战6节 经常与时日悔改连接在一起 在悔改的日子里 与神亲近 就是当他可被找到的时候 和当他临近的时候 这表明这样的信念 在这个时期 上帝特别容易接近 并关注人类的悔改 在这十天里 尤其是在赎罪日之前 天堂之门是敞开的 上帝离他的子民更近 更愿意倾听祈祷 也更愿意宽恕罪念 这反映了敬畏时日 是寻求上帝同在的特殊的时期 此时悔改和真诚的祷告 具有更高的精神的意义 呼吁立即采取行动 这起经文也反映了悔改的迫切心 十天悔改被视为在赎罪日之前 回归上帝并寻求宽恕的独特机会 届时人们相信上帝会完成来年的审判 同时也表明悔改不仅是请求宽恕 而且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离弃恶道 寻求与上帝的旨意更加一致 人们相信这一年的审判即将结束 这使得在上帝临近时寻求上帝 变得更加紧迫 以赎罪55章6节是悔改时期间经常被 以及趁机会出现时这样做的紧迫性 这些经文强调神圣的可及性和行动的直接性 与熟自日前十天的灵性气氛产生共鸣 今天的默想是 正如一个孩子在与家人旅行中走丢了 到了夜晚 孩子开始迫切的想回家 想着爸爸的拥抱 想着妈妈的凡惨 今天就安静下来 你温自己的心 你渴望回家吗 你渴望回到上帝的身边吗 你有多久没有读神的话了 有多久没有与神清新土一了 有多久没有与人分享见证了 你的家有什么 你的孩子认识你的什么 今天的行动是 回答默想的问题 真实的悔改自己与神关系的树里 熟自日前 开始每天阅读诗篇 大量阅读拖拉 因为这就是求告神的方式 你的祷告不再是一整张的清单 而是真实的 在上帝面前的感谢痛悔 渴望遇见神 开始每天做一件好事 例如打电话 关怀人 捐赠 帮助有需要的人 也许是财务 也许是精神的安慰 向人做见证 因为信心 是需要行动的 愿上帝祝福你 有个甜蜜美好的新的一年 Shana Tov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